厌此 周作人 昨日傍晚 妻得到孔德学校的陶先生的电话 只是一句话说 岂可死了 岂可是那边的十年级学生 听说因患胆识症 往协和医院起治 后来因为待遇不亲切 改进德国医院 于昨日实行手术 岁不复醒 他既是校中的高年级生 又天性豪爽而亲切 我家的三个小孩初上学校都很受他的照管 好像是大子一样 这回突然死别 孩子们虽然惊骇 却还不能了解 失去他们老朋友的悲哀 但是 妻因为时常往学校 也和他很熟 昨日闻信后 未茫然久知 一夜都睡不着觉 这实在是无怪的 死总是很可悲的事 特别是青年男女的死 虽然死的悲痛不属于死者 而在于生人 照常时看来 死是还了自然的债 与生产同样的严肃而频繁 我们对于死者所应表示的是一种敬意 犹如我们对于走在标杆下的敬走者 无论他是第一者或是中途 跌过几跤 而最终走到 在中国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死之赞美者的话 未必全无意义 那么年华虽短 而忧患亦少 也可以说是好事 即使尚未能及 未见日光者的幸福 然而在死者 纵使真是安乐 在生人总是悲痛 我们哀悼死者 并不一定是在体察他 灭亡之苦痛与悲哀 实在多是引动追怀 痛彻地发生惊喜 存没之感 无论怎样地相信神灭或是厌世 这种伤感 忠恐不亦摆脱 日本诗人小灵一察 在《暗的春天》里记他的女儿 聪女之死 有这几句 她岁于6月21日 与顺华同系此事 母亲抱着死儿的脸 呵呵 呵呵地大哭 这也是难怪的了 到了此刻 虽然明知试水不归 落花不再反之 但无论怎样达官 终于难以断念的 正是这恩爱的忌败 是约 露水的事啊 虽然是露水的事 虽然是如此 虽然是露水的事 然而 自有露水的事的回忆 所以仍多哀感 美特林克在青鸟上 有一句平庸的警句曰 死者生存在活人的记忆上 其女士在世19年 在家庭学校 亲族友朋之间 当然留下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象 随在足以引起悲哀 我们体念这些人的心情 实在不胜同情 虽然别无劝慰的话可说 死本是无善恶的 但是它加害于生人者 却非浅间 也就不能不说它是恶的了 我不知道人有没有灵魂 而且恐怕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 但我对于西纪死后生活之心情 觉得很能了解 人在死后 躺上有灵魂的存在 如生前一般 虽然推想起来 也不免有些困难不易解决 但因此 不特可以消除灭亡之恐怖 既所谓恩爱的羁绊 也可得到适当的安慰 人有什么不能满足的愿望 折无意地投影于 仪式或神话之上 正如表示在梦中一样 传说上里夫人杨贵妃的故事 民族上 同男女死后 被召为天地侍者的信仰 都是无聊至极思 却也是真的人情之美的表现 我们知道这是迷信 我确信这样虚幻的迷信里 也自有美与善的分子存在 这与死者的家人亲友 是怎样好的一种继位 倘若他们相信 只要能够相信百岁之后 或者仍至梦中夜里 乃得与已死的亲爱者相聚相见 然而可惜 我们不相应地 受到了科学的惯喜 既失去仙人可祝福的渔猛 又没有养成画廊派 折人的超绝的奸人 其结果是 恰如牙根里露出的神经 因了冷风热气 随时一僧其痛楚 对于幻灭的现代人 只遭逢不幸 我们与此 更不得不特别表示同情之意 我们小女儿 若子生病的时候 齐女士很惦念她 现在若子已经好起来 还没有到学校 去和老朋友一见面 她自己却已不见了 日后若子 回忆起来时 也当永远是一件遗恨的事吧 选字 雨天的书 月露书社 1987年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